今天是5月1号 A股在放假 按理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大家都在什么 享受这个假期 就在刚刚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哎呀 什么办 我的票 ST的 我的票跌停了 接下来还会大跌吗 接下来会不会退市 接下来会不会血本无归 他说的是哪个票 这里咋就不顶名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技术解读 以后大家碰到这种票 就应该知道 走吧 尽量的避开 讲之前评论区一波 支持一下 我告诉大家 首先像这种类型票 大家一定要记住 首先他无缘无故的突然暴涨的 突然就暴涨的 另外一个 他的暴涨过程中 他一定会有个什么 有个特点 消息面 就是信息面 他一定会什么 搭上这一段时间的市场肉点主角 那么这个票是谁呢 这个朋友说这个票 它是什么 所谓市场近期的核心品种 低空经济 大胜了低空经济这一段时间暴涨的春风 所以这个票短期出现连续的暴涨 出现连续的拉升 短期就爆发了 而且很多梯字板 很多一字板 直接就拉了一个什么 直接就拉了一个八方的上去 其实我看一下 他短期的涨幅是达到三四倍的 从几块钱到了十几块钱 说说这个涨幅是比较大的 但是好景不长 从十几块钱又掉下来了 变成了一个A字杀 从高位又下来了 不管你是在追高进去的还是半三腰进去的 现在亏损都是比较大的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在节前放假 之前突然出现消息 什么消息 这家公司被ST的 大多是一旦被ST的话 短期非常的不好 甚至出现连续跌停的 这种情况 本身你在高位接盘了 找出一个A字杀 再来一个什么ST 那不会跌到地下室 跌到什么地下几层去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高位追高的 你想想什么心情 估计很难解套了 甚至有可能一辈子解不了套 这个也看后期的一个发展 对不对 这里的话特点我觉得很明显 就是这种票 借什么借这个市场热点突然暴涨 一直把拉上去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猫腻 有没有资金故意拉抬股价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它是在这个高点的时候 在十几块钱在高点的时候 这A字杀的这个高点的时候 出现了放量巨量 这明显的就是有资金在出逃 在高位出现资金大幅度的一个 什么一个交易 这明显就是出逃 还有就是在杀到低位以后 你要报出很多消息 说什么内幕交易 说什么信息披露 怎么出问题 反正就是很多问题出来了 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公司 在中国股市应该不上扫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不要一不小心 你又接盘了 那很有可能 你的本金也有可能 血本乌龟 注意 当下中国股市 虽然说比去年好很多了 比年初好很多了 但是仍然就很多票 大跌的跌停了 无缘无故 暴涨的票 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 感谢观看